公民邦高调 听众朋友 礼拜照 拥摇一带记 回到高 公民邦高调 欢迎回到你现在收听的是 每周六七点和高调 暗时高调和在一点的 波特 少年兄 我是少年志祺兰 我是少年兄 七盒 又 又又又 OK 好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都会从 ABC的这个口音开始 Why 因为今天我们现场 也是请到ABC Really Yeah 其实上一次 我们有一次节目 也有一个ABC 泥潭地浪人 Oh yeah 那个David Chan Yeah David Chan 可是那一集我们没有这样 那为什么这一集特别要这样 我觉得我们可能试着挑软的吃 Oh yeah 因为David Chan看起来 辈分比较高 OK 然后今天导演看起来好年轻 很年轻 OK跟我们差不多 Yeah Yeah 但我们比他一样 我们今天请到的 Yeah 我们今天请到一个导演 哈哈 郁杰 哎呦 陈郁杰导演 陈郁杰导演 你刚刚哎呦什么 没有 哈哈哈哈 你不要说出来 好 陈郁杰导演 当然有的人可能对名字比较陌生 嗯 对不对 那他其实之前也得奖过 对 不过在金钟奖的迷你剧集 迷你剧集 或是那个金马奖 是 其实都有他的身影出现 对 那我们来宾不是都随便乱请的 好 请导演必然有他的理由 犀利 好 因为陈郁杰导演 我们就叫他J好了 J 嗯 这个导演呢 有新的作品 而且这作品很特殊 哦 你现在在院线还没有办法看到 没错没错 很值得跟大家一提哦 对 那我们现场就欢迎这个 我们的陈郁杰导演 欢迎J 欢迎J Yeah Hell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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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比较少说Yo 真的吗 感觉讲 Yo的人比较old school 对不对 对 还蛮糟糕了 糟糕了 所以正统ABC现在不讲Yo了 哦对 不过其实郁杰他也不是ABC啦 其实 对我还是台湾出生 在台湾出生 只是一岁半就到美国了 我爸妈就移民过去 所以你是几岁又回到台湾来 我24 24岁 就是刚好今年我回来10年了 哇哦 你回台湾10年了 2006回来的 是 所以你是特别回台湾学电影吗 对我就是回来读研究所 ول though 就是那个关渡的北翼大 北翼大 了北翼大的 所以我知老师是 你 100% 毓老明啊 旺同老师啊 所以他们是 哇 失敬失敬 天边还在那边 很有国 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칙 他们不在 还好啊 名师之徒啊 吓死人 不过这次郁杰其实JQ带来的一个新片 对其实这个议题蛮有意思的 其实讲儿少性剥削 儿少性剥削是什么 儿少性剥削 是关于一些可能未成年的少男少女 可能从事关于性交易 所以你的这是一个纪录片吗 还是剧情片 它是两 跟卫生福利部合作 我们是那个时候原本就是纯粹就是一个剧情片 所以它就是一个电视电影 差不多80分钟 电视电影 对但是因为这是真实真人故事改编的 我们就建议他们就是拍两段 所以我们还是有拍一个短的纪录片 真的去访问这些就是少女 有可能在中厨之家的经验 到他们结案之前 所以访问他们的人生经验 所以这些少女他们就是 导演其实也访过这些少女 其实以前其实是从事过这样子的工作 大部分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工作性质 应该是说就是坐台陪酒 坐台陪酒 有的是KTV点歌嘛 对点歌 本来看起来好像很单纯 对哦 可是坐着坐着有时候就会开始会 比较进入一些比较性交易啊 原交 对原交 或者有传播公司会找他们 所以你们团队也去做了这样子的探访 对 所以我们就访问了就是这些照顾这些少女的社工 透过 因为这个是卫生福利部的案子 所以就是他们也透过很多基金会的协助 比如例行基金会啊 他们就是后追 真的 后续追踪了社工啊 对后续的社工 所以他们就先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然后也帮我们安排 就是去访谈真的这些 就是有经过 你可以说经过这个特别的经验 的这些小朋友 不过导演你原本去 原本对于这个议题其实是很陌生的 对 嗯那你接触之后 你听到他们讲了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主要是在跟他们谈的时候 会觉得他们就是一般的小朋友 你不会你有可能一开始接触这个议题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觉说 哦这个很像离我很远 他们应该是有他们的家庭背景啊 有可能很很大部分的都蛮复杂的 嗯就是说有可能呃单身单身家庭啊或者呃有可能就是家庭的状况啊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 但是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大部分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他们只是感觉有一点孤独 所以他们一开始出去找到这些有可能带他们的学姐啊或者这些竞技人 只是呃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些人在照顾我 哦 有有别人在关心我 然后出去呃喝酒啊或者去KTV唱歌啊这个是好玩的 所以一开始他们踏进也不会直接说哦我希望呃你去做新交易 大部分的都不是只是慢慢的呃就是开始在那个环境里面之后 然后比如有的也跟一点点呃毒品有关有可能他们会吸一点KFetamine啊还是什么 然后就开始就玩得越凶 然后慢慢有可能他们也呃缺了一点钱的时候呃这些他们的学姐啊或者这些竞技人只会就是建议他们说哦那你要你愿不愿意 这样子去赚钱嗯你导演你在这个探访过程你在前后找了多少人嗯的Case 我们我们正式就是拍那个短纪录片的部分我们呃访谈了六个少女嗯那可是我们选他们去拍这个纪录片之前我们有访谈差不多二十几 哇差不多吧十几二十个嗯接触到这些少女对嗯不过在你的想法 这些少女大部分其实都是自愿的对就是这个是很有趣这个就是我们也有跟社工就是聊聊这个自愿 嗯就是说什么叫自愿对他们他们自己会觉得说呃我我我自己没有人逼我就是没有人绑架啊没有人就是 就是胁迫你啊对对对对恐吓或威胁但是呃我觉得那些社工上我多了解说这个这个自愿是因为他们的有可能状况 可是在台湾那个算同工同工所以他们根本没办法对所以他们根本没办法去额外赚钱可是 因为他们自己也开始发现说哦有有这些经济的压力嗯然后有可能因为常常有可能他们爸妈妈嗯呃有的时候啊像比如他妈妈有可能也是做类似的也是陪酒的或者 或者常常晚上都不在家然后也会忘记给他们钱就是当他们去上学的时候那他们要怎么吃饭或者 学校某些花费都没办法付 没办法付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快的想要自己长大然后来照顾自己 所以他们就他们是真的是蛮早熟的所以我觉得有趣是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比如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呃接下来可以在网站可以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哦他们真的听起来 看起来当然那个因为他们是被保护的所以没办法对他们脸都蒙起来对呃脸都蒙起来可是 你会觉得说哦他们真的是小朋友但是他们开始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开始 愿意他们分享他们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他们的呃经验跟他们好早熟哦他们真的很了解说强迫早熟对他们这就是他们对于社会跟 现在这些压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遇到的压力啊就是说我们未来真的要做什么 嗯哦对未来有点茫然对然后跟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机会 哦现在会感觉我觉得啊对跟他们聊的时候我我自己可以感到感受到很多就是有可能自己在在想的或者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在想说那未来 诶这确实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这样想诶我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哦 尤其是我们当初还算是幸运的我们没有受迫于紧急的经济压力嗯是哦那因为这个纪录片我们两个宜兰跟七豪有先看过 对因为我谈到几个比如说他可能十四五岁啊想打工可是没有没有门路嘛没有门路 他说可能还有的还是说诶他的同学去打工了可是他自己却不行对可能是他他是女生嘿或怎么样看起来看起来的小人对然后就没有这个机会嗯可是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诶你说他们有可能就去走这个行业诶那个管道诶管道啊就这样冒出来了诶就是诶奇怪我说错就可以就有管道去做诶我我这个也很好奇诶到底哪里可以接触到啊导演你有你有去找找看找找看吗 第一个是他很多就是如果不是呃有人带就是如果他们刚好有个学姐业在做类似的工作同学啦同学然后有个是已经已经在呃有可能在传播或者在做台配酒呃另外一个就是也有很多呃案例是他们就直接上网查他们就直接查上网查得到对他们就查说就是我想要赚钱或者他们在那些聊天室 有人会去找嗯就说诶你想要赚钱吗嗯嗯嗯嗯嗯然后呃就是都是在找女生吗嗯嗯嗯嗯嗯啊这个我有看过在一些像尤其现在智慧型手机很发达很多的嗯哦 有一些交友软体哦这个 比如说不管是Facebook啊Line啊像比如说WeChat啊像还有年轻人流行的BTALK嗯哦对哦对其实在很多的交友软体上都会有看到这样的讯息对给约吗 不是不见得 有时候是要赚钱吗 要钱钱吗 姐妹来敲我 有这种 酒店经济 你为什么会特别注意 我社会观察家 你比较重吗 因为通常我会把它当成是垃圾 讯息 我们都会把它流浪掉 因为没达到你的点 对因为赚钱 如果他今天写一个 历史系的人缺钱吗 历史系的人缺 我们就点进去了 就点进去了 对对对 然后刚好打到的是 当时那些这些可能少女啊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我们台湾大家都以为说 大人成人都把它当垃圾讯息 看过看过就算啊 没想到小朋友 是真的会打电话去 对然后就变成说 像他们就说因为 像刚刚有 Seven有提到 就是说 在因为在LINE上 因为在Facebook上 这个东西就是 比如说警察要抓就很难 因为他们就可以常常 就换一个账号啊 就换 换一个电话号码 所以这些讯息就变成说 他们就是他很难有一个记录 所以就变成一定要真的去抓这些 不管是这些竞技公司啊 或者真的在吸引这些少女的就比较辛苦 我看到了一个统计 他说每一年台湾大概有四至五百个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把它换算成全台湾的高中啊 每一所高中都有一个 这样子的小朋友 对 对那我在纪录片里面看到一个 也很有意思的议题 男朋友 很多男朋友是经纪人 对 或者是为了帮男朋友还债 所以 只好下海 只好下海 对 我觉得他有一个中心的议题其实是爱跟关怀 对不对 他们以为那是真的爱 对 对 然后像我们这个的影片叫温暖 温暖 对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他们都是就缺乏这个温暖 就是我觉得啊 就是这个就是就是在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感感受到是 他们只是希望说别人关心他们 所以特别像比如这些经纪者 或者男朋友啊 就说他们在一方面利用他们 但是他们同事上有得到关心 关心的感觉 或者他们以为是爱 或者是真的爱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真的关心是什么 可是 只是 所以像很多社工也会发现说在在他们在 嗯 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就 他们会一直想要去保护 男朋友 对男朋友 就是他们不要让他男朋友就是 被抓走 被抓走 对 对 就会觉得说 好啦那我怎么样都可以啊 或者我们你要你要处罚我啊 或者我要我要 呃经过什么样子的 呃安置 安置都可以 可是 我也要就是他们会特别要让这些 男朋友 适合跟我们了解说 哦 可是这个不是怀神 嗯 嗯 这个在因为导演的电影有分成一部分是纪录片的部分嘛 前导纪录片 然后跟正式的这个剧情片 是 然后剧情片中我大概有略看的部分就是你从到这些少女的在做这个行业的开头 然后还有进入到说哎可能被抓到了 对 进入中途之家 然后去讨论这些少女们一些生活背景等等 那 剧情片中你其实是每一个少女的故事都有在融合在里面吗 对我我试着就是这个剧情片呃是算是一个三段故事 所以就是有主要有三个不一样阶段的少女 一个是快就是刚好要已经准备离开这个中途之家 要回回归社会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两个是进入呃中途之家的过程里面 然后呃怎么样去适应 因为突然会他对这些少女是感觉上是被关起来 嗯 会感觉上是像对他们而言 如果就会对会像一个监狱 对那当然这个是去保护他们 因为因为像呃之前我们我们在跟呃一个后缀社工在在聊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说很很辛苦的部分是说 就是说因为他们有这个经验 然后因为赚的钱真的是蛮多的 那就变成他们回到正常社会的时候 然后现在的经济状况又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回到一个月赚如果可以赚两万三万 跟他们有可能平常一天就可以赚两万三万 哦的时候那个差距很大 那个差距很大所以他们要他们很容易会被吸引回去 嗯 嗯 我刚才其实之前跟导演聊过 他说他拍片的那个很丢 真的就是安那个安置之家对不对 中途之家对不对 你们是真的去找到一个中途之家来拍 是就是因为因为刚好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卫生福利部这次他们真的很很用心的就是让我们好好拍一个剧情片 因为他当然是在宣导这个议题 但是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对于一般观众啊或者已经要了解一个特殊的议题就是大家还是想要看一个好的故事 就是说他们的成长的故事他们跟串事一个家庭的故事就是还是某一部分有一段串事还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所以所以那个那个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你可以说宣传这个议题的方式是先把这个故事跟这个电影拍好 所以我们当然就尽量想要真实 所以找好的场景就是说一个很适合或者也可以配合我们拍摄的这些一个中途之家 可是那个就是还蛮复杂的因为他们真的要保护当事的对当事然后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还是有还没结案这些少女在在这个中途之家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要刚好安排好说如果他们要在某一些课程的时候他们最好不要很辛苦我们不要拍对很辛苦我们不能拍到他们我们不能最好不要跟他们有接触接触对哦所以其实这个 所以有部分剧本是来自真的真的人真的事情也去做了很多访谈之后地点也是真的这个中途之家 是对我看了那个中途之家觉得里面还蛮好的 所以我们在看景的时候也有我们的制片啊或者就是工作人员就说哎这里环境很好啊 比想象中好 我有点想要住在这里 就是很舒服 但是你开始就想说啊可是从他们的角度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感觉上比较没有自由 哎他们不能回家吗 对 我看我里面有谈到说他第一个时候你刚刚讲不能回家 然后觉得自己被关起来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进去里面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其他的学姐 对 算是学姐啦 里面当一群人结合一起的时候就会有小团体 对 里面就会形成一个小社会 那有人进去就发现啊进去里面其实有些生活人际关系 无法融入 不是那么顺利 对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人 人的 有人的地方就会出现 或者人的黑暗的那一面嘛 就是说你看这些 就是说他们在中途之家里面 大家的背景应该都是某一方面是从破碎的家庭啊 或者都有类似的问题 但是在里面之后他们还是会分 还是会看不起新的人 因为我可是我我的感觉是 是因为大家都想要稳定嘛 大家都想要感觉说我能控制我的我自己的生命 可是真的来说对他们而言他们都没有在 没办法真的控制 因为从他们出生 从他们爸爸妈妈 他们都发现说哦我好难去选择 选择跟控制 所以他们说的这个志愿也是一种控制 就是控制 其实他们不知道被控制的 对或者他们也想要就是拿回 自己的主导权 对主导权 然后这样子就说哎我可以赚钱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 对他可能觉得经济独立之后他人格就跟着起独立了 但其实反而 所以他们有可能只是发现说哦有了钱之后 哦我还是有别的问题 对 嗯 这真的是一个 哎不过也像我也很好奇啊 比如说被安置在中途之家之后 有的人会可以成功的就是回归社会吗 嗯 那表示他在中途之家其实是有 do something 就是做一些事情吗 或者学习某些技能 对我觉得在那个中途之家过程里面 我觉得那些社工真的就是很 很辛苦跟也很努力的就是 第一个让他们想开 因为因为我觉得我觉得那些社工 我觉得在跟他们聊天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觉得最最惊讶的部分是说 永远那些社工不会去怪他们 就是说他们不会觉得说你做的选择是错的 啊就责怪说你当初怎么会进入 怎么会进去 进酒店啊 怎么会性交易啊 对因为我觉得那种方式就变成说 那你如果你怪他们 那你就没有试着去理解他们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我要去了解的部分是说那你有没有在真的保护你自己 比如好你赚了这些钱 那OK你做了你的选择你是大人没问题 可是那你有没有在存钱 哦对哦 你不要一直陷入那个缺钱的漩涡 对就是说如果钱是重要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在就是存这个钱 因为我们想说可能一定是很缺钱才进去做啊 那这样进去做啊你应该要存到钱啊 或者那你有没有想要说你你存了钱之后 或者你一直说假设大部分啊 我觉得大部分这些少女 他们都不会觉得说我会一辈子做这个 他们就说哦我就做一下 做一下就就退休了 赚到就退休了 因为他们他们的目的不是去 他们又不是说哦我很想要做这个行业 对我很想要有点想卖身去做 我很enjoy这个行业 对他们不是enjoy他们只是觉得说哎 可是这个我可以赚这个钱 哦 那那那些社工就会去引导他们 就是去想说那那你你的未来是什么 然后他们常常就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去想过 因为没有人真的因为常常他们呃就很多 刚好就很多这些少女他们也会觉得说 原本他们在学校里面老师也看不起他们 因为有可能他们大部分他们的呃就是成绩没那么好 没那么好 所以他们就不会觉得在学校我也没有被关心 我在家里没有被关心 那我去做这个学界很关心我经济人很关心我 那他们是我朋友他们照顾我 所以所以我觉得从那个角度去想的时候 我觉得就很很合理说那为什么 他们会去从事这样的行业 不过这跟Jade其实因为Jade其实也跟我聊过说 其实这跟自己的生长过程 对在美国长大 其实也有一段时间其实对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其实很茫然 其实有投入一点自己的感情在里面对不对 是有啊 应该应该是说我希望我希望说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是说 我我算是只是 辅助他们讲这个故事 因为他们他们不是导演或者他们不是拍片的人吗 那我会希望说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试着去同情他们我试着去理解 因为我也会希望说观众去看的时候也能就是 对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那个世界是都是人的世界嘛 那我们都一样 所以我会试着 试着去同理心 对同情他们 然后去多了解他们 所以先用同理心而不是说 看到先马上给他一个judgment 这样判批判他说哇你这样子不对 嗯贴标签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诶 但讲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有趣 嗯 有人就是说 那你们这些少女哦 一定很后悔你们以前做的事情对不对 对啊 很多人就问那你后悔啊 那你是不是 现在你一定都不想回去了 诶可是好像导演在纪录片中 嗯 有人也有 其实他们的想法各式各样对不对 对我就是 我觉得大部分回答他们都说我不后悔 哦 他们不后悔的原因是因为说 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经验 他们不知道说比如现在努力自己赚钱 是多么赚钱是多么就是珍贵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成熟 就是说因为如果你你比较有可能比较不成熟看吧 就是啊我错了 或者就是啊对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太幼稚 或者我那个时候真的太小 我不懂事 就是说你你没有真的去面对自己的 处境啊 对对 你面对自己的当时那个situation那个周边的环境 是可是他们我觉得就是因为跟着这些社工 然后因为他们是算是根本是他们心理医生嘛 就是真的跟他们 平常在他们互相相处陪伴 对因为他们应该是在种植架中他们是被规定 就是说有可能每每每个礼拜要两三次 然后跟着他们主要的呃 主导他们的社工就是算是聊他们心里面的 的话 所以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们真的能去思考说那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 然后我接下来我想不想改变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他们在呃 离开之后呃就是他们终于结案了 然后可以呃回到社会的时候 然后这些后缀社工他们也不会 他们也知道说有可能如果又遇到经济状况 他们是有可能可以回 直接再会回到那个行业里面 对有可能 可是然后他们可是他们也不会叫他们不回去 他只是说可是你就要记得我们聊过的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 选择啦对啊你就是你的知道自己在干嘛 干嘛对比如像如果经济神也要跟你借钱 你就不要借到钱嘛对啊 因为他有可能不还你嘛 哎对 类似嘛你你已经帮他赚钱你为什么 或者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的真的价值是多少 因为大部分如果有经济或者传播公司 就是他们还是分哦会分他们会分一部分 分一部分抽成这样对抽成嘛 然后有可能因为他们原本比较小 他们不懂事有可能被凑的就比较多 哎对啊骗你这个未成年的 对 可是有可能因为他们有经验了 然后也就是比如社工也会跟他们讲 就是那是不是事情都是你在做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要求多一点 哦 那这样子你可以真的才能赚 所以他们社工也不会真的完全的说 你不可以去做 对 因为他们应该是说发现说跟他们讲不要去做 就像任何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吧 你越越要他不要做他就越去做 你跟你小孩子就说你就不要去做 那他们就百分之百一定会去做 哈哈哈 对说玉杰不准拍电影 哈哈哈 对那我就去拍哈哈哈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方法 对对 你要说社工角色他也不是可能也不太适合说 完全介入你的人生选择 嗯 对我或者我我我自己会觉得说他们是很 就真的是很很很很关心他们 就是说 我在在法王这些社工的时候 因为他们大部分他们自己也有家庭 他们也有小孩 可是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照顾别人的小孩 他们有的时候都忽略到他们自己的家庭 啊 然后就是就是就是就变成说常常为了像 大部分这些社工因为 他们 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为这些小朋友 就是希望他们有更好的生活 希望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然后我常常我就有一次在房谈的时候 最后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 你会你会继续想要做 或者你有没有想要不做的时候 不做社工 对想要持有对 然后他们说每一年 他们说每一年 每一年他们都会想要离开 每一年哦 对 因为他们就说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太多压力了 然后他们说 那我就说那为什么你还在 因为有的也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然后他就说 每一次我们都最后不离开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们彼此别的社工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如果我离开别人的负担 就变大了 我的同事的负担就变大了 他们有可能一年本来就要照顾五十个或一百个 一年就一个人要照顾五十个一百个 有的地方 因为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是变成资源 就是卫生服务部也知道 就是说他们也一直在就是找方式能协助这些社工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国家的资源够不够来做这个服务 哇 我知道有些很多社工师本身压力真的很大 自己都要再去看心理医师 一天24小时你能照顾的时候有限 真的 而且除了跟个案做一些追踪 做一些访谈之外 要花很多时间之外 回去你还要处理很多的书面资料 对啊 因为我们的应该是说这个是我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才发现 就是说很像台湾很喜欢要大家写报告 工作上也要报告吧 学校也要报告吧 就是你已经在照顾一大堆人 可是你回去还是要写报告 每个人一份报告 对那然后你还要去解释说 那我怎么去救了这个小孩 就是可是你很多东西那你要怎么写 I mean就是你要花那个时间写 他之后我的时间明明就已经很有限了 我还要压缩时间去写这个报告 哇塞 所以就那个那部分他们自己在讲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 就是 翻白眼 真的是翻白眼 那的确考虑到说不只是个案的生活处境 其实包含到去接触个案的社公司 本身处境也很为难 也为难啊 真的是 不过这个郁杰导演 这么好的一部片子 这么有意思的一部片子 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呢 4月17号的晚上11点 星期天 在未来电视台 首播吗 对首播 所以63台 那之后有没有可能会有就是公开首映的部分呢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3月28号会在那个光点戏员会有个首映 就是会有个记者会啊 然后就是 所以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新闻 关于 可是在电视上就是先是未来 未来会先首播 是 哇今天很谢谢郁杰导演给我们介绍这个议题 因为平常很难接触到 的确 不过大家也可能很好奇啦 就是 觉得说郁杰是个ABC 算啦 算半个啦 然后你怎么开始接触 要拍电影这个行列 我觉得真的是慢慢的 因为我不是说我 我一开始就从小就是常常看电影啊 我本来是我是拉小提琴 然后 我爸终于就是说我不能 他不准我拉小提琴当一个 就是我的正 正 正职 正职的时候 我就是去做那个Computer Science 所以我是 我是就是工程师 工程师 所以大家应该很 很有共鸣 你原本是工程师 所以我就是 就是写程式啊 然后自己有开网站公司啊 等等的 然后可是开始做 那做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还是发现说 我的个性 比较喜欢在创作 你可以说 比较喜欢在艺术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 我原本就想要回去做音乐 做音乐 对就是作曲啊 作曲 然后因为我拉小提琴 所以我想说 那我就回去拉小提琴 拉小提琴啊 做音乐 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同时就是 呃那个时候 电脑啊 因为就是底片开始转数位啊 数位化 然后就开始上了一些 就是剪接课啊 然后后制的动画课啊 然后我发现说 哦我的 比如音乐的背景 加上电脑 我还是喜欢电脑 只是说最后 那个 每一天就是坐在电脑前 只是 做 写程式 最后不是 我最喜欢的 然后发现说 哦那 电影很像 我全部的兴趣里面 都可以去用 融合在一起 对融合 因为电影 很需要 就是节奏嘛 那音乐 就是有教我很多那个 然后电影的配乐啊 或音乐也很重要啊 然后我还是喜欢摄影啊 所以 然后最后 哦你看电脑都可以 做很多特效 现在都是特效片嘛 所以 所以慢慢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差不多2002 所以才开始嘛 才开始 有这种大的特效片 然后 可以用电脑去解决很多 原本都是手工 或者底片 需要去处理的 所以我发现说 哦我的兴趣就在 在电影里面 所以你摸索很久耶 对蛮久的 所以现在 如果那样子一算 很像也 14年了 哇 从大学到现在 摸索自己摸索了14年 对 才找到自己的梦想 对 不是的确是啦 因为刚才前面有提到说 可能家里原本没有那么 support你 支持你 对 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 好 那有掀起什么家庭革命吗 应该是说 我 终于就是我 当然 我先自己决定说 我要拍电影嘛 哈哈哈哈 没有知会大家 我还没有 任何资格说 我要拍电影的时候 我就先想说 好 那我要来拍电影 先有梦想就对了 对 我就先有这个梦想嘛 然后我就已经 我就已经 呃 算是 先 要是休退学吗 我不知道 就是我先离开 Computer Science 然后我就已经转到 另外一个学校 就是我已经申请了 我先申请 我才跟我爸妈讲 哇塞 哇这个 这个 先展后奏 先展后奏 这个是传统话 真的是不孝子 哈哈哈哈 对所以 所以我还记得 就是我 我是跟我妈去了一个餐厅 然后 我终于才跟她讲 你妈妈的反应是 她就有点说 你在想什么 哈哈哈哈 Ridiculous 对对对 可是我妈 我妈是很远圈 她就是 她是那种 就是永远都支持我的 但是 她前面一定要讲说 你确定吗 你自己已经赶来赶去了 你不是原本要拉小一起吗 然后又需要做电脑吗 然后现在 又不是原本就说 要回去 她帮助你思考 然后怎么突然现在变成电影 然后我当时去解释说 可是电影跟音乐跟电脑 有点有关系 然后她就说 这 她听不出来 其实这是创作类 创作类 也其实文化 艺术创作 对不对 对 不过也闯出了一片天啊 对我其实 其实做这个事蛮好的 尤其她现在拍的 温暖这部片 对不对 对啊 而且你之前也得过几次奖 讲了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回台湾的时候 就是应该是说 我觉得他们 我妈开始 比较信任说 我不是只在玩 或者我不只在浪费时间 或者我真的 这个有可能是 我的一个未来的路线的时候 是说 我转学之后 然后那个时候课程很重啊 因为 我转学 因为我原本是读 那个Computer Science 那些很多 基本的课程 跟艺术的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转 从头来过的感觉 对我转的时候 就真的是从头来 所以我很多 那些学分都不算 所以我大部分 那个时候 我也蛮多压力 就是我很多 我的同学们 已经要毕业了 可是我感觉 就是他们有可能 再一年就要毕业了 结果提早就三年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大二的时候转嘛 所以我就 我在算 我就说 哇 我最快我要五年 才能毕业 花了很多的时间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 有一点丢脸嘛 就会觉得说 啊 你看大家有可能四年 就已经读完大学 已经在工作了 你还在这里 就我老扣扣了 还在这里 然后你还在 你还在就是做一个梦 说我希望我可以拍电影 所以这个 这个做梦这件事情 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你真的要找到你要的兴趣 所以像我觉得像 跟如果要回到跟那个温暖的 这些少女一样 就是最后 他们都 或者这些社工 或者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他们找到 他们真的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 像有的就是 因为他们的经验 因为社工的经验 他们也说 他们希望也可以有一天去当社工 去帮助 去帮助其他同样经验的少女 其他跟他们有经验的 或者有的比如 转美甲 对 美甲 或者美容 美容 因为他们也觉得说 那我照顾自己是重要的 而且以前可能也有经验 对 他们可能就是在酒店 可能也需要自己打扮 对 还是有 找到自己兴趣 然后其实就能慢慢开拓出 自己的道路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 现场 我们请到就是 陈玉杰导演 J 好 那他这个最近的新的作品 是温暖 好 那我们相关资讯 其实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 少年兄的我们的脸书粉丝页 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相关资讯都会放上去 好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J导演 谢谢 对 谢谢 蓝博多千里黑暗圣灯灯来啰 我们下期再见